人家說她的前身是雍正皇帝的美麗愛妃馬佳士 乾隆皇帝就認為她是馬佳士再生 而對她百般寵愛就放任自留 有人又說她的後身是慈禧太后 遺報兩次殺身之仇 她又託世為女身 重新就做了妃子 衛亂宮中禍國殃民 最後終於忘了大清朝 她是誰呢 她是這次我講故事的主人公和新 這一年是乾隆二十七年 即是公元一七六二年 那這一日在黃河南岸的運河 那裏兩岸掛滿了紅丑 整條河報滿了採旋 更有個護從儀仗 非殯宮女 文武百官 為什麼呢 原來這一年 是乾隆奉皇太后之名 第三次南巡 浙江就來到這裏 那這一陣子 在雲河邊 有個年輕人 眼前的一切 令到這一位 令到這一位年僅十三歲的英俊少年 熱血沸騰的深水南平 她現在好像什麼都沒有看到 又好像什麼都看到了 她的眼就好像晴朗的天空 晴明而又深碎 初升的太陽 這陣子已經在她白雪雪的面上 照著她停停停拔的身之 那這個年輕人 就是和生 她帶著家人流傳 坐馬車從北京 來到雲河邊 和生站在雲河邊一站 其實一個半時辰 在那裏移動都沒有 而離和生身後沒有多遠 也站著那個老伯 那個老伯靜靜站在那裏 也都靜靜地觀望著遠處的和生 一個半時辰過去之後 等那個和生一轉身 傲然走去的時候 那個老伯也都坐車離開了 那這個老伯是誰呢 他就是英廉的心腹管家 那英廉就是現任的直帝總督 原來曾經做過內務虎大臣 護布侍郎 刑布尚書 正王旗滿洲刀統 協辦大學士 後來一直做到東國大學士 加太子太保 而成為宰上 那英廉派自己的心腹家人去觀察和生 已經不是一日兩日 為什麼要觀察他呢 原來英廉室下就有一個孫女 那在孫女兩歲的時候呢 她的父母就相相過身 從此英廉就既是她的爺 又做了她的父母 所以對她的孫女就格外痛惜 直情就當上掌上明珠 那她的孫女就長大成人了 做爺的就一定要和她找一個如意郎君 況且她的孫女呢 端屬溫順盡美受禮 那做爺的一定要和她找一個品行宗席 財貌相傳的人才行 好 看 抵有和薪就發達了 在偶然的機會 英廉就遇到了和薪 她怎麼遇到她呢 說了有一段故事 話說有一天 英廉就搭車回府 走到半路 突然看到旁邊有一戶人家養的那隻惡狗 正向一個年輕人猛肥而撲過去 而那家主人不單止不祭祀這隻惡狗 反而啪啪太笑 說 哈哈哈哈 你是借錢的 你不是賊仔 這樣的話 那狗幹嘛咬你 扯呀 而那個年輕人 一點都不怕的說 如果我穿金拼銀 這隻狗恐怕還會對我笑 英廉心裡一想 這個年輕人是多機智敏捷 在望震 他那時候 竟然脫口而出 就說 嘩 脫口竟然有這麼俊美的男子 那他見到那個年輕人 涼目朗朗 雙眉收腸 那塊面珠燈 簡直好像剝了殼的雞蛋那樣 好像在脂粉裡面滾過 白鋁頭紅 而最聰明的就是 年輕人的前額上面那裡 有一顆小小的胎記 紅薄薄 英廉就越看越喜歡 他竟然吩咐車夫跟著那個年輕人走 一直跟著他住那裡 從此之後 英廉就叫家人逢直 留心這個年輕人的一切舉動 而自己就開始對這個年輕人 做一個長進的調查 這個年輕人 你也猜到了 沒錯 他就是和薪 和薪就生於乾隆十五年 即是1750年 姓柳姑六時 是滿洲八大勝之一 和薪原名叫善寶 自治齋 滿正紅旗二甲那人 住西籍門內的奴獄胡同 他的五世祖 他就是尼雅哈納把圖奴 就履立戰功 為了後人子孫 爭得個三等輕居都尉的勢職 當和薪的老爸常寶 集世籍那時候 由於常寶的唐叔 阿哈頓時跟隨康熙皇帝出征準國爾 那時候英勇陣亡 那康熙皇帝 為了追述軍功 那常寶就受贈一等雲騎衛 一路到乾隆那時候 就兼任福建都統 那如此看來 和薪的帳門之後 和薪的老爸常寶 中夕平和圍觀清廉 在北京的時間就很少 多數是出征或者駐守在邊關 為國家也很少顧家 所以家裡又沒有什麼戶業 即是沒有什麼家產 乾隆二十五年 他老爸就在福建病死 他老爸一死大陣一塌 那和薪的家境就陷入這個困壁 其實和薪是有個弟弟的 他名叫和林 小時候和薪三歲 那出生無奈 他媽媽又病死了 那他的繼母就非常之兇 對他兩兄弟就不太好 那後弟那通常都是這樣的 那和薪兄弟兩個呢 唉好似韓澤孤雁 披風淋雨都不知多淒苦 那但是呢 兩兄弟向來和睦 相依為名 好在有家人流傳 多方奔走照應 兄弟兩個雖然 都是飽受風吹雨打 但是呢 都絕臟成長 現在就正在咸安宮觀學讀書 那說回到最初有個老伯靜靜地站在和薪的後面 在運河站了一個半時辰 他就是英廉的家人馮植 那馮植回到英廉的府邸 第一時間就把運河所見的東西告訴英廉 英廉聽了就暗暗高興了 我們又說一下和薪離開了運河岸邊之後 他家人流傳 就應該在遠處等著他 看到和薪走過來 就上去說 少爺 我們現在就去保定是吧 怎知和薪就說 無來就要開學了 學費在省裡面 都借不到 沒有什麼門路 再不趕快去 擔誤了上學就閉了 流傳就馬上扶和薪上車 長邊一匆 馬車急急就駛向保定 那咸安宮觀學本來就不用交學費 但是其他的生活費用就一個先都不少 那和薪所說的學費呢 其實就是衣服口量的意思 其實在保定呢 有十五傾地 是和薪的爺爺留下的官方地 地平時是交給莊午管理 因為他老爸常保長年在外 住手在邊疆 那那個蠟營呢 交他的租銀就很少 那他老爸又沒什麼迫問他拿 就這樣就不了了之 後來他老爸常保死之後 那十五傾地就變成蠟午自己 據為己有 交給和薪家的租銀就更加少 那開頭和薪就對劉傳說 在保定呢就借錢借不到的 他為什麼借不到呢 原來呢 他就來過問這個蠟營呢 要銀兩的 話說 那個蠟營呢 一見到和薪來 已經知道他想來做什麼 但是表面上就要客客氣氣 話畢是他都是地主的兒子 對不對 都禮節周到 整張桌子放了些美的酒菜在那裡 對和薪和薪和劉傳就民寒民亂 但是和薪就沒有空和客氣就說了 莊主你不要客氣 我今天來這裡 專門或者籌借一些銀兩的 我和我弟弟的學費現在都沒有著落 家裡十幾個人都衣食無著 我想我爸爸以前對莊主你都不薄 那莊主你為這十五景地 都是廢心勞出 應該都是知恩報德的 所以今天呢 專門向莊主你借回多少銀兩 我想莊主你一定會辦妥的吧 那個蠟營一聽就說 大約你要多少銀呢 一百兩呢 啊 小主人你有所不知了 這幾年非奴即漢哪有收成啊 更何況為乾隆然南巡 家家都要捐錢超過往日很多數目 你這十五景地的收入 有分多少剩才可以的 若果你開口說要十兩八兩呢 我賣鍋賣鐵啊 都湊齊給你的 但是你說要一百兩銀啊 我去哪裡找給你啊少爺 和生就說了 那話又不是這樣說啊 你當主 你往前每年交給我家的銀兩穀物 只有六七成 我都沒追究了 但是今年呢 只給三四成 我也一樣沒追究你 現在我兩兄弟等錢用啊 你怎麼可以這樣推託我啊 誰知道他賴吾一聽 一站起來就說 推託推託 你以為我騙你嗎 汗爐短收啊 那些耕田老幼古幻 他們都不交給我啊 我怎麼可以如數交給你呢 你們兩兄弟真的等錢用啊 不如把你十五景地買他 你不買他反而不是我來借銀兩 那你算怎樣啊 和生的事都不知怎麼說他好 但這陣子他的家人流傳又不能忍 跳起來就罵了 喂 你是不是這樣說話的 狼心狗肺的壞人 想當年啊 你是一個窮當兵的 你在老爺的安前馬後呢 都哄到老爺多歡喜 這樣才叫你做了這個莊主 我現在老爺過了生 你是做了這些欺天害理的事 是吧 博情寡意 你正一壞人來的 誰知道這賴應反而說了 閉嘴 你這狗奴才狗將人世 說我欺主欺天 有什麼真憑實句啊 送客 他講完之後 馬上有兩個人進來 連桌子都搬走了 那我和生一見就知道 錢就一定拿不到 想想一條氣不順 有此理拿了我十五境地 不交租不但止 現在想問你拿錢都沒有 要告他 一指就告到保定府了 那時候保定呢 就為直帝省所致 和生的壯子呢 就請到直帝府 誰知道他直帝之府 對和生呢 一頓痛出 說他敲宅勒索人家的銀兩 若果再搞搞鎮 娛弄的鄉利的話 輕則就胖打 重則就坐牢 唉 流傳一聽 生氣得真是鼻孔都出煙了 反而和生就冷冷靜靜 不單止一句話都沒有說 連眼眉都沒有皺下 反而向那支撫一吾 另轉身就走了 那流傳見到主人都不理了 就跟著他出來 為什麼出了牙院門口 聽到和生說的那句話 他心裏面打了個疾 和生說什麼都和生就說 流傳 我們翻翻保定 賣地 而且要那個南京搜賣地 那精悅的北國就冷風似臉 呼呼呼聲 不知道幾凍入骨 馬赤在空曠的原野裡 一路地行駛 和生看著滾滾的車輪 他陷入了過往的沉思當中 和生十歲那一年 即是乾隆二十四年 和生和弟弟和林 一齊就被選入咸安公觀學 那這個是對我們兄弟這幾年 艱苦勤勉的最好的補償 咸安公觀學就是京城最好的學校 進入學校的首要條件 一定要是八旗子弟 還要是掌上盡壽的 以及一些內無苦的子弟 才能進入讀書 並且在學業上嚴格選拔 最後呢 選出八十名左右 叫做寧缺勉纜 學生一早就上學 太陽下山才放學 學校設管理大臣 協理事務大臣 還有滿漢總裁 總裁呢 必須有韓林 教師也多數都是韓林 極少數不是韓林的 又必定是享有成名的飽學之士 通過考核之後才可以擔任 和生人生中第一個志向就進入這所學校 到了這裏呢 簡直好像到了知識的海洋一樣 和生在這裏不知疲倦地澳遊著 這間學校不單只開有經、史、紙、雜課 而且還開設了滿、漢、蒙、藏等多種語言課 同時呢 還有教授、騎馬、射箭等 和生這個人天之聰明 過目不望 令老師多佩服 但是他們在讚揚和生才能的同時 也沒有給他應有的人格尊重 比如有一次 有一幅畫 一刻就飄落在教習的漢林面前 就是老師呢 上面畫了一隻馬狼狂 這馬狼狂的頸呢 就很細很長 但是肚子呢 就大肚臨臨很臃腫的 那麼那個面部的眼眉呀 表情呀 十足的人 而且被人一看就知道 這幅畫在影射著這個老師 那個老師一看就知道這幅畫就畫自己 立刻暴跳如雷渴 誰畫的 這陣內務府總官的兒子就說 是和生畫的 嚇死了 那麼明框和生是被人挖的 那麼這個老師是怎樣對到和生呢 和生又怎樣分辨呢 各位 欲知後事如何 明天再講